好,我們再介紹一下insert效果器的方法後 我們現在來介紹就是sand的效果器,就是sandfx 這個方式就是利用sand然後我們送到一軌掛有效果器的ox input 所以這邊我們示範的是我們利用 我看一下我們利用這一軌跟這一軌 這兩軌來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sand效果器sandfx這樣子 好,那我們在這個egclean這個group的旁邊 開軌ox input stereo 好,create 好,我們可以直接命名 好,我們先設一個軌是reverse 好,那我們再開軌 好,這個是可能我們就設delay好了 好,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先在這邊掛上reverse 隨便掛一個 只是要示範而已 然後再掛一個delay 這個好了 好,等一下 好,都掛好了 好,這個時候呢 嗯 我們可以想 假設就是 我要 假設 一次操作的話是這三軌好了 我們可以先 針對這個reverse這一軌的bass是 可能input是13、14 然後我們的delay這一軌是15、16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這樣做 就是全選這三軌 然後option shift按住 sand 13、14 然後下面sand 15、16 好,那我們先看其中一軌 好,我們這個ox也solo起來 好,我們現在是13、14這一個 要送 等於是這一軌要送到reverse這一軌 好,我現在邊放然後邊推出來 好,那如果沒有reverse的話 不送的話 這是乾淨的聲音 有沒有 然後送了reverse 好,那我們reverse先關掉 好,這時候我們再送delay 有沒有 你就可以單分 唉唷 這delay很長 你就可以分別單獨的送 用這一軌的聲音送到個別的 你需要到的效果器 好,那譬如說我reverse這個打開 好,所以這個方式就是所謂的sandfx這個方式呢 它可以等於是一個ox input 就是很多軌可以共用一個ox input的效果器 所以這樣的話你可以節省很多電腦資源 譬如說我可能整個station的reverse 可能只要開三個reverse就好了 要不然reverse其實是一個很吃系統支援的一個效果器插件 一個plug-in 對,所以基本上我開了三個reverse 三個就是可能遠中近的reverse 不同的reverse size的效果 然後我整個station可以共用這三個reverse 這樣的話你可以節省很多電腦的資源 但是可是本來也是應該要這樣做 要不然這樣的話你每一軌都go outreverse 其實這樣其實就不太對 OK,那這樣的話 所以呢,通常你就可以在準備要後製跟混音的時候 你可以你的project,你的station裡面就可以 先建立好你可能會用到的一些效果器 效果器的ox input 然後就可以先把它全部都掛好 然後這個時候在混音的時候 你就可以單獨的送 你現在這個需要什麼 你就可以送去reverse 送去delay 利用這個方式 然後大家都可以共用 好,這個方式就是所謂的send的應用方式 就是你可以送到任何一個ox 然後甚至有掛效果器的 那當然這邊insert這邊 當然不只可以掛一個 你可以掛好多個 所以這個之後我們講到 回音後製的教學的時候 會用實際的範例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如何應用這個sendfx的方式 OK,這就是所謂的send insert 還有send 然後到效果器的ox input 來看看 我們要先用這個 我們可以用這個 是當時的 我們要先用這個 好 心有什麼 我們就要先用這個 我們要先用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